故有相逢 绝死生 中原杀手一点红 墙中更有墙中手 江湖险恶 太莫名 那蒙面客身子颤抖 忽然一闪身 自轻衣女妮和蒙面女子之间就窜过去了 她的身法之快竟超出了胡铁花的意料 那轻衣女妮这次也没有拦她 只见她身披着宽袍 那袍子随风扬起 左面的一只衣袖竟仿佛是空荡荡的 眼见她已经冲出了门 外面风吹木叶 沙沙作响 显见她只要一脚跨出这菩提安的门槛 就不知道有多少道剑光要向她击下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人影一闪拦住了她的去路 这个人厚发仙智 身法竟比她还要快得多 不问可知 自然就是轻功天下第一的楚留乡了 蒙面客立项说 此事与你无关 闪开 楚留乡微笑着说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怎么会跟我无关 蒙面客身子一震 哑声说 你是谁 我不认得你 楚留乡说 就算你不认得我 我可是认得你 蒙面客忽然反手一掌 切向楚留乡的咽喉 但是楚留乡既不招架 也不闪避 蒙面客这一掌果然到了半途 就硬生生的停住了 楚留乡明神注视着她 楚留乡常常的叹息了一声说 红兄 我知道你心高气傲 素来不肯求人 但到了现在 你若还要隐瞒 就未免把我看得不够朋友了吧 蒙面客豁然转过身 肩头颤动 显见得她的心里实在是激动已急 那蒙面女子走过去拉住她的手 目中已经流去泪泪了 蝴蝶花 目定口呆 冷了半天 乐乐地说 红兄 屈姑娘 哎哟 我真该死 竟然就没有认出是你们 那蒙面女子正是屈无容 她欺然说 我不能好好地照顾她 反而要来求人 我实在觉得无言再见你们之面了 可是 可是 胡铁花跳起来大声地说 这也是我该死啊 红兄若非被我这瞎了眼的浑蛋 误伤成残废 现在他怎么会能受人的欺负的 何况 屈姑娘 你今天又救了我一命 我 她忽然冲了出去 狂吼着说 听着 谁要来找一脸红的麻烦 就先来找我胡铁花吧 吼声之中 已有两道清光 自木叶丛中 闪电击下 这个时候 黄鲁直和戴独行 才自地道下跃出 两个人一左一右 也向窗外掠了出去 只听戴独行笑骂道 好 宰一操 可真下毒手啊 有听的黄鲁直沉声说 这些人剑法辛辣狠毒 自成一家 你们小心 一点红 反手就甩下了脸上的面具 露出了她那苍白而憔悴的脸 但是她的眼睛 却仍是那么冷酷和倔强 她跺着脚说 嘿呀 这是我的事啊 你们何必要插手呢 楚六相说 小胡对你是自觉于心有愧啊 你若不让她出去打上一架 她呀只怕真的要急疯了 一点红咬了咬牙说 但这件事情却是无论谁都管不了的呀 为什么 一点红神情显得更加焦躁了 他哽咽地说 你 你又不着躲问了 你 你要真是我的朋友 就带着他们快走 楚六相说 咦 你 你我的交情 你还有什么事 不能对我说吗 一点红神是挥着手说 快走快走 你若再不走 我就给你翻脸 曲无荣黯然说 他 他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啊 楚六相打断了他的话 忽然说 你看见外面的那棵树了吗 曲无荣愣了愣 虽然不明白 楚六相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还是点了点头说 嗯 看见了 楚六相说 一棵树 从地上长出来 也和人一样 是为了要成长 结实 传宗接代 但现在 他却被这些人的剑光 砍得乱七八糟 这是不是很可惜 曲无荣愣了愣 望着窗外纵横飞舞的剑气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他还不明白 楚六相的意思 楚六相接着说 无论是人的生命也好 术的生命也好 他若还未成长就被摧毁了 那总是一件可恨的事 你说 这是剑的错吗 曲无荣说 这 这 不知道 楚六相凝视着他 一字字的说 剑本身没有错 错的 只是那只握剑的手 曲无荣动容说 你 你已经知道他的事了 楚六相叹了一口气 自怀中取出了那面铜牌 铜牌上刻有十三柄 狭长的手 围绕着一只手 一点的红骤然失策 立声说 这是哪里来的 楚六相没有回答 却常叹说 这只手 那只怕就是世上最神秘 最邪恶 也最有权力的一只手了 因为他不但在暗中掌握着 无数人的生死 而且还令人死得糊里糊涂 不明不白 直到死后 还不知这世上 有这只手的存在 他瞪着一点红 沉上说 世上只要有这一只 这样的手存在 至少就有一两人 难免生于恐惧 而死于黑暗 若将这只手消灭了 大家的日子 都会过得太平的多 是吗 一点红用力咬着牙 嘴角的肌肉 还是载不住的抽动 他哽咽着说 你想消灭他 楚留相立声说 哼 你纵然不想消灭他 他也要消灭你的 一点红急促地喘息着 他忽然疯狂地大笑起来 楚留相说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一定是很可怕的人 但是 无论多可怕的人 我都见过 一点红骤然顿住的笑声说 我知道 你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 可是他 他的一双毛子忽然变得更黑 看起来就像是个无底的深渊 充满了无边的恐惧 和无底的痛苦 楚留相说 到了现在 你难道还不愿意 助我一臂之力吗 一点红嘴角抽动着 他说 你不要忘了 我 我是他养大的 我的武功也是他传授的 他纵然要杀我 我也不能出卖他 楚留相默然扮上 常态说 这是你的义气 我绝不勉强你 我只问你 他 今天来了没有 一点红望着窗外的剑光 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 他今日若来了 外面只怕早已住手了 楚留相说 为什么 因为 当今世上 他的剑 已无人能比了 楚留相目光闪动试探说 那么 薛义仁呢 一脸红就沉默了一会儿说 薛义仁的剑法 在他的眼中 只不过是一根绣花针 楚留相说 绣花针 对啊 绣花针 只能绣花 若用来缝衣纳背 就要断了 就要断了 听你这么一说 听你这么一说呀 我倒是更想见他一面了 一脸红又叹气了一声说 哎 你还是不见得好啊 楚留相笑了笑 改口问 今天他们来了几个人呢 徐乌仁说 八个 他咬了咬嘴唇 接着说 本来是十个的 但是在济南城外 已被我们除去了一个 还有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走了 楚留相皱皱眉眉省 嗯 他们在济南 就已经盯上了你们了吗 徐乌仁瞧了一脸红一眼 二人说 他 他本来还不信那些人 会真的对他下毒手的 直到他受了重伤 要不是他受了重伤 我们也不会逃到这里来的 他接着说 因为我师父以前对我说过 以后我无论遇到什么危难 都可以到这里来求大师的庇护 那时他实在对我不错呀 说着说着 他的眼圈渐渐的红了 好像又想起了 石冠阴西年对他的恩情 而却忘却了他的仇恨 楚留相忽然发现 这冷漠倔强的女子 在这一个多月里 已经变得温柔了 也变得多出善感了 他知道 唯有爱情的力量 才能叫他转变得这么快 这么多 他不禁暗暗的 替伊点红感到高兴 因为他知道 伊点红迟早也会被这种力量软化的 这孤独的少年 就像一棵生在威延上的树 他实在太需要感情的滋润了 他却未发现 那轻衣迷 听了屈无荣的话 脸色忽然大变 灰白的毛子里 也燃起了一股火焰 屈无荣望着他手里的铜牌说 他们十个人之中 有个人忽然失踪了 莫非是你 楚留香笑了笑说 我并没有杀他呀 但他到底确是来杀我的 屈无荣说 我们这一路上和他们交手不下了七次 据我所知 失踪的那个人乃是其中武功最差的一个 他们怎么会要他去对付你呢 楚留香说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刺杀的对象是楚留香 自然要留下主力来对付你们 派最差的去下手 接着说 如此说来 剩下的这七八个人 武功难道都比他高吗 屈无荣谈道 我们跟他们交手有七次了 每次虽然都能死里逃生 但也实在是侥幸 有两次连我们自己都认为是难逃独手了 楚留香瞧了瞧窗外的剑气 周梅顺 既然如此 小胡他们两人以一敌二 只怕还是 突然 听到了铁链基地的声音 叮叮叮咛咛的响个不觉 轻衣 你满面怒戎 等着那黄漫垂地的神岸 他的足踝上 绑着铁链子 那铁链子也在不停地牵动 南平更是满脸惊慌 焦急的神色 好像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这个时候 窗外的剑气虽强 并还没有把那道纵横开阔的刀锋 和那片腰胶如龙的棍影 完全压倒 楚留香向南平招了手手 敲声说 你大姐为什么发脾气 南平瞪了屈无容一眼说 这位姑娘方才好像在说 我大姐无力保护这个地方的人 我大姐听得很难受啊 想要出去跟那些人一脚高下呢 可是 突然就见青衣泥跺了跺脚 转身 飞裂而出了 啊 刚到门口 他足下的铁链 就已经被绷得笔直 他再也没法前进半步了 南平叹了一口气 黯然说 唉 可是啊 可是他永远没法走出去啊 只见青衣泥满面怒容 他的青衣一根根的抱起来 显然他已经用了全力了 突留香方才接过他一掌 自然知道 这个老尼的内力那是十分惊人的 但是他纵然用尽了全力 仍然无法讲那细细的一根铁链子争断 南平望着 这已如琴弦般绷紧了的铁链子 谈到 哎 据说这个铁链乃是 韩铁精英所驻的 总是削铁如泥的宝刀和利刃 也很难把他砍断呢 何况人力呢 只见那个铁链的此时越崩越紧 连神岸都摇动起来 黄漫之中想起了一种极轻微的叹息的声音 似乎在神岸之下也有个人在用力拉那个铁链子 楚留乡目光闪动说 啊 铁链的另一端 不知道是绑在什么地方的 南平垂下了头说 纪元已经看出来了 你何必还要问我的 楚留乡说 难道铁链的另一端也绑在一个人的脚上吗 他却藏在神岸之下不肯掀什么 只是拉动着铁链和你大姐来通消息吗 南平说 否则我大姐又怎么能听到别人的说话呢 那么 这个人是谁呢 他为什么不肯让你大姐出去呢 为什么永远躲在神岸之下不肯见人呢 南平沉默了一会儿 轻轻地说 这也是个秘密呀 连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他 忽然间 砰 一声响 那修府的神岸经不起真气的冲击 竟被针散了 暮屑纷飞之中 一条人影带着凄厉的笑声冲出去了 却用纳 绿岸的黄曼将面目和四肢一起把自己裹住 还是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身形和面貌 储流香掠过去拍了拍一点胡说 嗨 红袖 甜味 交给你了 他根本不让一点红拒绝 人已经随着雨声就冲出去了 储流香剑道 一道剑光如披炼般自木叶丛中飞出 一个黑衣人的剑闪电般刺向那刚从神岸下冲出去的怪人 怪人 脸头带脸 被蒙在黄曼里 什么也瞧不见 任何人都以为 他 那是万万躲不过这一剑的 谁知 剑光刺下 怪人的身形忽然一闪 以鱿鱼般自那黑衣尽装的常见的刺客面前 划过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那青衣尼的身影也一闪 自黑衣刺客身后掠过 他们两个人的铁链就绕在了黑衣刺客的身上 只听 一声响 那黑衣刺客连惨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就已经被这个铁链子生生的勒成了两段 鲜血 奇华般的飞出来 铁链子又已经绑得笔直 青衣尼和那身披黄曼的怪人 已经向另一个黑衣剑客累过去了 他们的这种杀人的方法 那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身法之怪异 出手之心啊 连主流相见了 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啊 那边 正有六七个黑衣剑客 在木叶中和火铁花黄卤汁带毒行等三人搏斗着 浓密的枝叶被剑气所摧 鱼点儿般的四面纷飞 十几株浓阴如盖的老树 现在都已经几乎剩下了一截光秃秃的尸干了 那看来就像是一个被脱光了衣服的老头子 露着他那苍白 沉弱 生满了皱纹的皮肤 在西风之中颤抖 黑衣剑客 掌中的剑 也正和一点红昔日所使用的一样 长 而狭窄 而且分量比一般的剑都要轻 他的剑法自然也和一点红同样的辛辣狠毒 绝没有什么花手的招式 一出手就要人的命 而且这些人在交手的经验都丰富已极 显然已经看出了胡铁花黄卤汁和带毒行这三个人 那都不是好惹的 所以他们绝不和他们正面作战 第一个人长剑刺出之后 身形就立刻闪到了树后 这时候第二个长剑一次另一方刺出来 几个人见光缭绕 那招式配合的是点滴不漏 正是 站之在前 呼烟在后 站之在左 呼烟在右